著名高爾夫球首的腰椎手術為何做完又早? 2014年他在本田經典賽中 因為嚴重腰痛導致中途退賽 其後被診斷維歐五以下追間盤突出 2014至2017年期間 他腰部進行過三次腰椎微創手術 但這三次手術沒有明顯成效 原因是腰椎微創手術很容易出錯 例如 椎間盤撤除太少導致椎間盤再次突出 椎間盤撤除太多會導致椎體下塔 再次壓迫神經 故此2017年他進行了第四次手術 即腰椎融合手術 四年後手術位置附近產生骨刺壓迫神經 而需要再做第五次微創減壓手術 同樣證明腰椎融合手術是失敗了 即使他擁有世上最好的醫生團隊 手術不像汽車可以更換零件或輪胎變成完整全身 而腰椎手術後 始終是殘舊不完整的部件 長遠不能徹底解決腰腿麻痛 大部分良性腰椎疾病 可用隨身或槓桿牽引氣解決 何不使用呢? MedEx. Inspiring life without pain 有興趣者請看以下資訊